另外台湾不准与不核准中国两家航空公司的春节包机之后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表示 这个举动将损害台湾民众返乡过节的权益非常不得人心 而台湾方面对此又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接下来我们来请美国之印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宇周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台湾民航局为什么没有核准东方和厦门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 对专门针对这两家 是因为这样子在今年1月4号 那么中国开启了这个M503航线 北向南的这个航线开通之后 台湾非常不满 认为说有点这个单方面的行动并没有知会台湾这里 那么双方应该要展开一些技术性的协商等等的 那么不过这个不满表达之后 中方这里并没有任何一些改变的这个情况 到时候我们看到了厦门还有中方两家航空公司 飞这条M503南向北的航线是最多就这两家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台湾的针对这两家来进行开场进行一些处罚 因此就不批准他们这两家航空公司在春节的这个包机多达了176班次 那么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台湾这里还是不断的在呼吁 就是双方应该不设任何的这个政治前提要坐下来做一些技术性的协商 因为台湾这里宣称说已经中方这样的行动已经影响到了台湾的 不只是飞航安全还有国家安全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方则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航线的开启 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飞航 也符合这个国际民航组织ICAL的这个规范 因此现在可以看出来两方就隔空喊话 那么如果说要达成这个所谓的坐下来协商的这个可能性 都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渺茫 那么对于春节班级减少的这个现象的两岸政府 有怎么样的补救措施呢 对 根据估计可能会影响到大约4到5万人 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了台湾这里是 还是表示说他们有一些这个补救措施了 包括说到时候台商也可以经由这个金门和厦门之间的 这个小三通那么来返乡 另外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航空公司呢 也可以来申请加班机 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 台湾这里是不断的保证说应该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台商 或者是台湾民众这个返乡过节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国台办的表示是说 到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有台商回不了这个台湾过年的话 如果要留在这个大陆的话呢 那么也会大陆方面会给予这个善家的照顾 在大陆过个好年 那么由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似乎这个台商也有一些台商表达了不满 那么接下来到底这个台商会不会受到 真的受到减班次的影响 而无法回到台湾呢 我们可以继续为提供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来做最终宇舟 好的 好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 好